大家早上好 阿娜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看四世纪的十四章 其实整个四世纪来到参生的故事 就很多地方让我们摸不着头了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十四章 一到四节是一段 五到九是一段 十节到最后是一段 讲到参生长大成人了 一出生就做拉希尔人的人 妈妈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预备了 所以就坚守神给他的吩咐 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好的食物不吃 一切不解的食物都不可吃 一个圣洁的生活模式带出了一个孩子 孩子一转眼就已经长大 甚至去到一个失婚的年龄 当这个失婚的年龄的时候 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 这个时候他也要 好像中国人一样长大了 要智力了 是他要活出他命定的时候了 所以这个时候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长大成人了 既然他是拉希尔人 其实神有一个心意 在他的身上 他这个年纪应该要执行 神的计划的时候到了 所以我们要来看 在这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先看一道事解 参孙下到亭纳 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利式人的女儿 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 我在亭纳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利式人的女儿 愿你们给我起来为妻 他父母说 在李兄弟的女儿中 或是在本国的民中 岂没有一个女子和自己去 在未受割离的非利式人中娶妻呢 参孙对他父亲说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因我喜悦他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 这次出于耶和华 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式人 那时非利式人侠管以色列人 其实这是一个背景 在这个时候参孙长大了 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 参孙下到亭纳 所以这件事情是参孙主导的 是他专门这样子去做的 就是他专门要去到亭纳这个地方 他好好的住在自己的地方 住在伊沙图和索拉的地方 为什么会去走到亭纳呢 其实伊沙图和索拉和他现在去的 亭纳的地方大概有一个距离 有40公里左右 那40公里有多远呢 我们知道香港的九龙半岛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5公里的范围之内 40公里的话 就是你要环夸八个九龙东 才去到这个地方 其实真的有一段距离 无缘无故不会走来这个地方的 亭纳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刚刚好是在一个边界的城市 因为亭纳这个地方 是以色列人和菲利斯人的一个边界 所以住在亭纳的人 就是一个很掺杂的 有菲利斯人又有以色列人 就好像我们很多国家的边界都是这样 去到边界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掺杂在一起的 其实参村是专门去到亭纳这个地方 我想她的成长 她的父母从小到大一定会跟她说 她一定知道 她是有别于其他的以色列人 因为她从小到大 她吃的东西又不同 喝的东西也不同 比如她上学的话 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类一样 是外星人一样 大家小夕的时候 拿出来吃东西的时候 会发现隔壁的都吃 都吃体脂肝 自己却没有了 还有就是妈妈一定会千叮万足的说 这些同学吃杂点的时候 吃葡萄 你千万不要去多手拉别人的 为什么呢 一定会有原因给她的 其实不容易的 要守住这样的条例是不容易的 参村就是这样来长大 所以她的父母一定会经常的告诉她 你是拿西尔人 你是拿西尔人 这样不吃的 那样不能吃的 清酒不能喝 龙酒不能饮 我想她可能已经会背了 当然背后也会告诉她 你为什么会变成拿西尔人呢 因为神怎样怎样 你有一个使命 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菲利斯人的手 所以这些的话 这个故事 这些故事 好像一些 烂了的唱片一样 在参村的耳边 剥了无数次 现在她长大了 所以她来到提纳这个地方 我想她都想来看看 到底菲利斯人是怎样的 这些菲利斯人和以色列人 残杂居住的地方 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让她去观察一下 菲利斯人到底是怎样 所以她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一来到这里的时候 她就见到一个女子 是菲利斯人的女儿 她本来可能是想来 八卦一下 谁知道看到一个女子 就回去告诉她的父母 我在提纳看见一个女子 是菲利斯人的女儿 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 她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 她就回去跟她的父母说 要娶这个女子 父母就劝她 其实在你本国 在你的弟兄里面 没有女孩子了吗 以色列也没有女孩子了吗 为什么你要去 为受割利的菲利斯人 种娶妻呢 其实她的爸爸是想拦阻这件事 提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 那般人没有受割利的 这是神所吩咐 对付以色列人 和外邦人有分别的 所以她就说 就算你要娶 也没有理由 没有受割利的呀 优先肯定是 娶以色列的女子了 还有是菲利斯人 可能她爸爸 就会继续讲下去说 你不知道 你自己的身份吗 你是要对付 菲利斯人的 你还要去娶他们的女子 你没有搞错 参孙就让她听了 就说 愿你给我娶 那女子 因我喜悦她 喜悦的原文就是 她在我的眼中 是可喜悦的 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她就想娶来为妻 究竟参孙心里面 想的是什么呢 她知不知道 这个女子是菲利斯人呢 很明显是知道的 因为她根本就是去 想看一下菲利斯人 来到这个位置 其实也挺矛盾的 一方面她带着一个使命 要去对付菲利斯人 这是她的初心 但是去到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的时候 情欲又发动 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世代 一个写照就是掺杂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动机 现在又掺杂一些私心 掺杂一些私心的时候 人也很有趣 可能她自己心里面都在想 其实我要对付菲利斯人的嘛 那对付菲利斯人 和娶菲利斯人的女子 又怎样呢 究竟是什么呢 可能参孙就会说 我要对付菲利斯人 但我有喜欢那个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 那娶了她的时候 我不就进入 菲利斯人的群体里面了吗 不知道会怎样呢 其实可能很多这些可能性 在当中 总之她就不理三七二十一 就是要娶这个女子 但是第四节最特别 她父母却不知道 这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她找机会攻击菲利斯人 其实她下去停拿 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目的真的是寻找机会 攻击菲利斯人 不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就是碰到这个女子 神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其实神真的看我们的心 我们有时候做事情 神真的看我们有没有心 你说我们服侍神 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呢 你当然可以说 我们可以为神做很多事 但是神需不需要呢 其实也不是很需要 因为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古古怪怪的 你说神很喜欢我们敬拜他 好了我们来敬拜神 如果有一天 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 你一定会很惊讶地发现 其实我们的歌声 和天使相比 地上最强的歌星 都没有及天使的十分之一 或者是百分之一 那时候你才会很惊讶 我是神 我都选择听天使啦 听你们这一番做什么呀 你说你想听张学友唱歌 还是想听阿地努牧师唱歌 就是没得比的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神看来是什么呢 心 起初 参生是有一个服侍神的心 他是要对付这些菲利斯人 所以神就为他盖章 这是出于神 虽然他的父母不知道 但是神看他的心 虽然他形式有参杂 但是神都有用他 神自然就有办法修正他 参生去到那里 可能就是想 不管那么多了 本来是想带着一个 很好的意图下去 去到那里看到这个女孩子这么漂亮 反正我就要进入菲利斯人 不如让他做一个媒介 一举两得 可以正好可以去到菲利斯人当中 又可以娶一个漂亮的女子 所以不管了 去吧 这就是四世纪 当时充满参杂的年代 但是有神在当中 来帮助这个参孙 我们来看这件事再发展下去 我们看五到九节 参孙跟他父母下提纳区 到了提纳的葡萄园 见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 腰滑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虽然手无器械 却将狮子撕裂 如同撕裂三羊膏一样 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 参孙下去与李子说话 就喜悦他 过了些日子 再下去要取烂李子 转向道旁要看死丝 见有一群封纸和蜜在死丝之内 就用手取蜜 且吃且走 到了父母那里 给他父母 他们也吃了 只是没有告诉 这蜜是从死丝之内取来的 参孙提出了这个要求 他要取菲利斯的女子 我想他都挺坚持 所以他的父母都拿他 没有办法 父母就跟他一起下去挺拿 下去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下去提亲 当时的规矩就是这样 结婚的时候 要父母出来去提亲 双方要见家长 所以父母就跟他一起下去挺拿 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的父母也会顺从呢 其实因为参孙真的长大了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已经去到成年的时候 父母就算坚持 也拿他没办法 加上参孙也是一个特别的人 他从小就做拉希尔人 父母就知道 这个儿子是不一般的 去到这个时候 他如果这样坚持的时候 父母就会觉得 难道他有他的道理 我劝也劝了 说一说了 他都坚持要的 那也没有办法 父母就跟着他下去 去到这个地方 就到了提拿的葡萄园 我想这个提拿的葡萄园 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地标 都不一定 就是很出名 谁知道去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 就有一个哨庄的狮子向他好叫 第一次就出现了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穿身 在旧约的年代 圣灵不是常常会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因为那时候救完还没有吃下 通常是一些很特别的情况 很特别的人 神的灵去充满他的时候 感动他的时候 其实感动这个字原文就是 冲击 就是神的灵冲击他 这个冲击他的时候 他们就得着特殊的能力 去执行特殊的任务 其实众多事实里面 禅孙是一个很特别的构案 因为其他的事实 关于圣灵大大感动他们呢 就大不了就是一次的记载 可能那一刻要打仗了 神的灵充满他 让他满有能力 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禅孙呢 我们就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就看见 神的灵是一而再的 充满在残孙的里面 其实他的一生都是很不寻常 他去到这个亭拿的葡萄园 按道理是 葡萄园里面 没有理由会有狮子的 葡萄园是 人常常出入的地方 有人去修剪打理 这些猛兽通常都会避开人的 就算是误闯的话 机会都是很低的 所以这样遇到狮子的机会是很低的 狮子是群居的 通常狮子出来狩猎 或者是牡狮出来狩猎 都是群居的 这些少壮的狮子是雄性的 宫的狮子单独形式是很少见的 除非他被赶离狮群 但是狮子是群居的 他也会去再找另外一个群去加入 所以这样单单定定在葡萄园 在人多的地方 遇到一只狮子是很不寻常的 这个狮子就望着参孙来 向他来吼叫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也挺危险的 你想想遇到一只狮子 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神的灵充满他 其实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神拣选我们 神要使用我们 神是会保护我们的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这是千钧一发的 参孙知不知道自己大力的 其实直到这里之前 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正常的BB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 他发行奇怪个人 他的餐单奇怪个人 其他的都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我们上次都有讲 神很好啊 如果他一开始BB的时候 就已经力大无穷的话 家里应该会遗为平地了 父母可能都没有办法生存自己呢 就是像破坏王一样 所以他遗子都很正常 在这个时候 当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的时候 他才第一次 发现自己原来是力大无穷的 这个对他来讲都很震撼的 其实他没得选择 因为你遇到一个狮子 狮子一定会扑过来的 那扑过来的时候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 神的灵充满他 当狮子一扑过来 他就刷了一下 将狮子撕开两半 我们将他加一些戏剧的效果的话 可能就是撕开这个狮子之后 他就回过神来 可能他的动作都是很简单 条件反射的做了这件事 做完之后 他就忘了自己吓傻了 就会觉得这是我吗 我有这么厉害吗 这样子就搞定一只狮子吗 圣经特别的讲到 他手无器械 将狮子撕裂 如同撕裂一个三羊羔一样 当然他行这件事情 他没有告诉他的父母听 这里也很有趣 其实他跟父母一起去挺难的 但是去到葡萄园的时候 又只有他一个人 父母不在身边 可能他真的安顿了父母之后 去周围去逛逛 就逛到葡萄园 就遇到狮子 圣灵救了他 但是圣灵的能力 也就在他身上 如果你是参孙 当这件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呢 我想参孙心里面 一定起了一些的疑问 或者是波澜 原来是这样啊 神充满我 圣灵充满我 原来我现在可以变得力大无穷 所以他对菲利斯人的想法 看法 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他都知道是时候了 他要做一些事情呢 但是第七节 就说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 父母没有跟他一起的原因 原来他周围去逛的原因 是他要去跟那个女孩子见面 上次见面只是 见了一面没有聊个天 现在下去他要去找他聊天 聊完之后就喜悦他 刚开始只是觉得他长得漂亮 可能想着可以借着他 进入菲利斯的群体里面 看一下怎么样 聊完天之后 他真的喜欢这个女孩子 有些人就说 他是情欲发动 当然有啦 有些人都支持他的说 其实爱情是没得控制的 喜欢就喜欢啊 爱情无罪的 看看你站在哪一个的方向 来看这件事情 总之他和这个女孩子 聊完天之后 他就爱上了这个女孩子 就喜悦他 过了些日子 再下去就要娶那女子 其实参孙真的是想着要娶她的 其实神吩咐以色列人 是不可以娶加兰人的女子为妻 菲利斯人严格来讲是灰色地带 神没有讲得很清楚 当然是最好不要啦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灰色地带 参孙一生的人 很多事情就采在这些灰色地带 他走去一停 就是因为那里是一个参杂的地方 他就想去在那里 望一下菲利斯人怎么样 结果他看着看着 就喜欢了菲利斯的女子 他开始初初只是想看一下 这个女孩子长得挺漂亮 去提亲 可是去聊聊天之后 他越相处他就越喜欢 现在是真的要娶她 所以就回去要娶她 娶她的时候又经过这个葡萄园 提拿的葡萄园 然后他转向道旁 看着一个狮子 看着一个死的狮子 他也去看 因为从来没有人 可以将这个狮子徒手撕开 而且他也第一次感受到 森林充满他的感觉 所以他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要运去看一看 他发现这个尸体还在我 这一次就特别了 因为在这个死的狮子的尸体里面 有蜜蜂和蜜 在这个狮子之内 我想这个时候的狮子 可能只剩下骨头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一群 有蜜蜂在这里 这也都是不寻常的 正常的话 蜜蜂是不会在狮子的尸体里面 来筑巢的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奇怪的 都是怪事 接下来参村见到这样的情况 他就用手拿了蜜 一边走一边吃 还要给他的父母吃 不过就没有告诉他们是怎么来的 因为上次撕开这个尸体的时候 都没有告诉他父母 这次拿了蜜 也没有告诉他父母 这里就引起很多的争论 那拿西尔人 不是不应该摸尸体的吗 那这个狮子 只有一排骨头 百分明都是尸体了 那里面有蜜 你去拿的时候 一定会碰到 要摸到这些尸体 这是 违反拿西尔人的规定 这个位又是很特别 如果你是参村 你拿不拿呢 望一下就走呢 还是拿呢 这个位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正常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蜂巢是没有理由 在这个狮子 尸体里面的 所以整件事情 根本就是不寻常 所以他心里就会在想 这么不寻常 他杀狮子已经不寻常了 杀完狮子之后 里面有一道蜜蜂也不寻常 不寻常家不寻常 所以我想去到这些位 他可能已经完全忘记了 我是拿西尔人 可以做吗 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他应该都不会去想了 圣灵充满他已经是神迹 三个神迹 叠在加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 我要试一下这个蜜 这样的情况都可以出现 神灵是不是要将这些蜜给我呢 所以他就去拿 他根本就没有思考 什么事应该是他做 什么事他应该不做的 参生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所有的事情 都是 即时的反应 他没有什么 他也过得生死熟虑 讲证 他是事实 他要对付菲利斯人 你看看他去到提纳这个地方 他单枪匹马的 他也不和任何人商量 也不和他爸爸商量 也不想和身边的人商量 他好像没有朋友一样 做什么都是独行独断的 这就是世事世代 那时候的人就是这样 充满掺杂 充满自我 做事情就是凭 一时的血气的反应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想他都忘记自己是拉希尔人 所以这个规矩 是从小到大不停的 重播重播 他都不理 见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充满好奇 这也是他的其中一个问题 他充满好奇 对每一件事情都很有好奇心 所以他就去拿这些蜜 但没事发生一样 一边吃一边走 一边走一边吃 我们看后面 时到最后 他父亲下去见女子 参顺在那里摆设宴席 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 众人看见参顺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 参顺对他们说 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 你们在七日宴席之内 若能猜出一事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30件里 30件里30套衣裳 你们若不能猜出一事告诉我 你们就给我30件里 30套衣裳 他们说 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 参顺对他们说 吃的从吃的吃的出来 甜的从强者出来 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一事 到第七天 他们对参顺的七说 你宽宏你丈夫 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 免得我们用火烧离合你的富家 你们请了我们来 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 参顺的七在丈夫面前提哭说 你是恨我不是爱我 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 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 参顺回答说 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 七可告诉你了 七日宴席之内 他在丈夫面前提哭 到七天逼着他 他才将谜语的一事告诉他妻 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 到了第七日 日头未落以前 那城里的人对参顺说 有什么比蜜还甜呢 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 参顺对他们说 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炉 流度耕地 就猜不出我谜语的一事来 又我的灵大大感动参顺 他就吓到 雅士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 读了他们的遗赏 将遗赏给他们 给了猜出谜语的人 参顺发露 就上父家去了 参顺的气变贵了 参顺的陪伴 就是做过他朋友的 第十节一开始说 他父亲下去见女子 参顺在那里摆设宴席 是什么意思呢 提完亲呢 提完亲之后 他父母下去见那女子 因为参顺在那里摆宴席 其实是婚宴 婚宴的时候 他父母就下去见这个媳妇 我想他爸爸 可能都觉得 没眼睛看 那也要下去啊 他儿子都结婚了 都摆酒了 难道不去吗 那也要去 因为参顺在那里摆宴席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正常呢 以色列人 就应该娶妻 是应该 女子去夫家 应该这个女子 去到以撒图那里 去参顺所住的地方 去参顺的父母那里 来摆设宴席 现在反过来 参顺走下去 停拿 去到女孩子的地方 去摆宴席 所以这不是 以色列人 婚姻的风俗 他们是跟着 菲利斯人 参顺就走下去 菲利斯人那里 他们就去摆婚宴 婚宴之后 参顺会住在 这个女子 外家 不知道住多久 一段时间 还是以后 都住在那里 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他是 用一个 菲利斯人的习俗 方式来进行 这一段的婚姻 也让自己真的 进入菲利斯人的当中 其实这就是 神允许的原因 参顺可能也是 想借着这个机会 希望可以再进入 菲利斯人的群体里面 这个宴席很特别 就请了三十个人 陪伴他 这个看见的医师 众人看见参孙 觉得有点怪怪的 这个怪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他的身份 很怪呢 还是他特别强壮 还是怎样 总之菲利斯人 都有一点不安心 所以他们就找了 三十个人陪伴 这三十个人 其实就是他的伴郎 伴郎和兄弟团 这也是很奇怪的 如果你结个婚 伴郎和兄弟团 当然是自己找的啦 你就是找自己的好朋友啦 但是现在的伴郎和兄弟团 三孙好像没有朋友一样 所以他的伴郎和兄弟团 是菲利斯人找给他的 找这三十个人 兄弟做伴郎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来盯着他 你是外来人 你肌肉又发达 你走进来的时候 找三十个人盯着你 看看你要做什么 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婚姻呢 真的值得我们去思想 这个婚姻真的随时 都会擦枪走火 这也是参孙想做的 一方面顺便娶个女子 娶个漂亮老婆 顺便也找一个借口 看看菲利斯人的虚实 看看究竟神会用他做什么 其实他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我们可能都是这样 我们服侍神 我们都是迷迷糊糊的 见不走不 所以来到这里 十二节参孙对他们说 这个很出名的 参孙就出了一个谜语给他们 这个谜语出来的时候 这个谜语是没有可能猜得到的 就是你心里想的 就将他变成一个谜语 等于我跟你说 你猜猜我今天早上吃什么早餐 怎么知道啊大哥 猜到最后就是我根本就没吃早餐 那怎么猜得到呢 除非你是参孙身边的人 否则你这一辈子都猜不中这个谜语 这件事情发生在庭拿 这个谜语 他又不会不承认 就是你猜中了 他又很老实的告诉你 对啊你猜中了 但是这个谜语 如果真的有人经过 庭拿这个葡萄园的话 又有机会看见我 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参孙就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出这个谜语 白明就是想他们猜不到 如果他们猜不到会怎么样呢 参孙的提出就是 如果猜中的话 我就就送你 三十件你衣 三十套衣裳 如果你们猜不中的话 你们就送给我 正常当时的人呢 普遍就是能见人的衣服 就一个人只有一套 所以三十套的衣服的话 其实是不简单的 等于是三十个人的收入 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赌约的话 菲利斯人都很开心 他说如果猜中了有三十套衣服 那他们就猜了三天都猜不出来 三天都猜不出来的时候 就从参孙所娶的女子身上下手 你快点给我们向你老公打探答案出来 这个女子自己也是菲利斯人 但是这些菲利斯人跟这个女子说什么 如果你看不到答案出来的话 我们就用火烧你和你的附加 又不是这个女子逼你答应的 当初参孙提出这个谜语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不玩呢 你又要玩 苏打营药 所以这个女子没办法 就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 就说你都不爱我的 一哭二唠三上吊 女孩子的秘密武器 在那里折磨参孙 折磨到参孙 逼着他 这里很特别的 这段圣经 15到18节 三次提到第七日 第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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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神的数字 所以到这个神的时候到了 与其说参孙在这里找机会攻击菲利斯人 不如说神在这里找机会 给参孙一个机会去攻击菲利斯人 当然参孙也有这个心 所以他不停地在这里 他出这个谜语就是制造冲突 就是找一个借口 让这些菲利斯人有所损失 迎他三十件衣服回来 我想参孙在这个时候都已经感觉到 这些菲利斯人的脾气都不是能忍的 很容易着火的 你拿了他三十件衣服 一定会有下文的 他就是在这里制造这些东西 出事要有名嘛 就是我打菲利斯人 也要找一个理由的 所以他都不断地记录他们 制造这些冲突 到了第七天 这个女子就逼着参孙 把谜底告诉她 就是在日落之前 限期之前 这些菲利斯人说 有什么比蜜更甜呢 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呢 将谜底讲出来 但是参孙不会不认账我 其实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答案 他也可以说不对 但是他也很老实地说 如果你不是用我的母牛肚来耕地的话 你就猜不出谜语来 什么叫做用母牛肚耕地呢 当时的人都有 这个母牛是拿来生牛 生小牛的 出牛来的 不是拿来耕田的 母牛肚 也还是比较论一些的 比辟一些的 所以用母牛耕地的话 就是不符合规矩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们如果不是 你们如果不是作弊的话 你们根本就不会知道我的谜语 不从正路 不从正规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严格来讲 这个谜语可以应该不算数的 但是参孙也不设 虽然他一方面斥着他们 但另外一方面他有讲得出做得到 好我就给你三十套衣服 那衣服从哪里来呢 他就下到亚斯基伦 亚斯基伦其实是菲利斯人的地方 亭娜还在边界还有一些参杂 亚斯基伦就和廷南还有一段的距离 就是他再深入菲利斯人 这里就是菲利斯人的境内 以色列人真的不会去 就是用了去到那里都没有人能救离 就去到亚斯基伦那里就击杀了三十个人 连对白都没有 这一段的记载也很特别 你可以想象 参孙气冲冲地走去亚斯基伦 可能他心里在想 都不可以再停了这个地方 拿着三十套衣服 一来这个地方 混居在这里 一不小心就可能杀到了自己人 所以他走去亚斯基伦 那里真的没有以色列人 那里就无差别杀人 见一个 见到谁伸手就搞定谁 连对白都不用 招货也不用打 见一个杀一个 见一个杀一个 抽购三十套衣服就走 对方是谁也不用你 这样都可以吗 但问题就是 他有理直气壮地去做这件事情 他的理直气壮从哪里来的呢 我想他就是 爸爸妈妈将这个话在他的耳边 播了这么多年 就是你要 你是要对付菲利斯人的 你是要对付菲利斯人的 对他来讲 这次终于可以搞定菲利斯人了 去到亚斯基伦 无差别的 见到谁就杀谁 拿起三十套衣服就回去 交给他们 交给他们之后 他就发露 就上富家去了 丢下那个衣服之后 扬长而去 生气了 回家 冷静一下 然后他所取的妻 就归了参生的陪伴 就是做个他朋友的 这里的朋友的意思就是伴郎 当然这个伴郎 其实都是菲利斯人 所以他的婚姻 就这样闹剧一场 好像就暂时的完了 当然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我们明天再继续下去 究竟这一章的圣经 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首先就是 参生他是对神有心的 神就看这个心 但是他对神有心 他的行为有很多参杂 这个我们要警戒 其实本来神的心意 要让他做拿起来人 要圣洁 要分别为圣 单单来跟从神 但是他又带着参杂来跟从 虽然带着参杂 但是他的初心 他的本心 神也看重 神也保护他 神也看重他 但是这个世代 真的是参杂杂杂 今天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 我们要有参生这种单纯 愿意服侍神的心 但行为上 我们在跟随上面 要更加的精准 更加的去除这些杂质 否则的话 其实是浪费了 神给参生这么大的能力 如果参生可以 带领以色列人 一起来对付费利斯人 整个图画就不一样了 其实他有这样的条件 但是他就单枪匹马 用血气这样乱七八糟 这样兵丁邦邦的 就自己去做 学气多过一切 我想神真的要提醒我们 我们要除去我们的血气 更加的精细的 来跟从神 这样的话 我们的服侍 才能够更有果效 带来神 心意更大的成就 就不要浪费了 浪费神给我们的能力 也不要浪费我们 爱神的心 Amen 好不好 我们一起对天父讲 在这个世代 神都在呼召我们 每一个人成为 拉西尔人 进入他的命定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 为神发光 拯救这个世代 但我们很需要 神的灵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保守着圣洁 持守分别为圣 好不好 我们更大的呼求 神啊 听我们的祷告 主事是我们的祷告 抓你的灵 进入我们每一个的里面 特别是圣洁的灵 好叫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 能够飞别为圣 成为真的 拉西尔人 和这个世代是不一样的 和这个世代 是不同的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取向 主啊 让我们坚持在你的里面 主啊 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开生 我们开生 进入灵的里面 求神的圣洁 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好叫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能够把持 这一份的圣洁 做真的拉西尔人 我们进入我们灵里面 更大的呼求 叫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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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你的灵更大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坚守拉西尔人的呼召 神那你兴起我们每一个 在这个世代里面做更大的事 做你心意的事 做你让我们持守这个拉西尔人的里面 拯救这个世代 在这个世代里面 让人看见神你仍然做王 神那你仍然做王在整个的世代的当中 神那你没有放弃这个世代 神你没有放弃香港 神那你就让我们成为这个见证 主要我们在你的里面成熟这份的圣洁 让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持守在你的真理当中 主要你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 圣灵你为我们加力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持守这一份的圣洁 持守这一份的拉西尔人的呼召 主要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主啊是的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个更加是我们的例子 主啊今天在四世纪的十四章里面 主你给我们看见 参孙 从补福到里面 神里的呼召他成为拉西尔人 在他的生活起居 各样的一面 去展现 他和这个世代不一样 但是很可惜 当他成年 当他进入这个世界 当他去到廷拿的时候 见到这个世界 天然人发动 情欲不坚定就在他里面产生 以致他没有办法持守拉西尔人 以致他冲动 他做了很多神 不是你要一个拉西尔人要做的事情 主啊你帮我们每一个 今天 容易新年将近呢 祝你就帮助我们在里面做大扫除 主啊有一些什么 其实不是你想一个拉西尔人做的 不是你想 一个你的百姓孩子做的 祝你帮我们拿走 完全的拿走 好叫我们再一次 可以坚持这一份圣洁 成为这个世界的光 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先安静在我们的胃上 今天参生 做了一个很大的例子给我们见到 原来当我们进入世界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老我就发动 当他进到廷拿的时候 他的血气就发动 他看见这个菲律斯女子 爸爸妈妈都提到 这没有受割离不可以 但是血气就来了 他就没有定力了 他就活在自我的里面 我喜欢啊 我喜欢啊 我就要 他就冲动 他就去到廷拿 甚至在这个取妻的过程里面 哇 各样的冲动 各样的不坚定就出现了 甚至我们刚刚就在讲 其实参孙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思考不了了 脾气就来了 好不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我们有没有呢 我们相信 坐在这里的人都是神呼召成为 拉西尔人来分别为圣的 但是会不会面对世界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都是会没有这一份的定力 世界的吸引来了 就被世界拉走 又或者我们里面都很多的血气 很多的冲动 很容易发脾气 本来是很坚定的在神里面 这样突然就忘了 神说 我们很自我 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 我就去 好不好 我们一边思想 我们给一分钟自己 然后我们两个两个 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有什么事情 哪些事情上面撕脚了 我的世界 吓到停拿 我就撕脚了 我们有办法持守 那一份圣洁 然后我们彼此带导好吗 我们为对方带导 我见到我们台下有弟兄在笑 可能他就会觉得 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好 但是没办 没关系 神就是让我们看见 看见才可以改 没有看见 我们就一直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今天就从参孙的身上 参孙 神的灵多次充满他 神给大能力给他 神对他的心意是大的 但是参孙 却看不见自己的这一份 没有定力 这一份的血气 这一份冲动 这一份容易发露 看不到自己这一份 没有办法持守 分别为圣的 所以他才没有办法 被神更大的使用 但是今天的我们呢 神跟我们说 看见就可以出去 好不好 我们可以两个两个 我们来分享 我们彼此带导 让我们成为一个 真真正正 成为这个世代 用行动走出来 跟神说 我愿意分别为圣 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 要分别为圣 但是主啊 我们的老我是软弱的 主啊 我们没有办法对抗 停拿 没有办法对抗 这个世界的吸引 以致我们的行为就掺杂 以致我们跟从 你就跟从地掺杂 神让你听我们 每一个的祷告 你听我们每一个 敞开的分享 主啊 2023 帮助我们 真真正正持守在这个 分别为圣的里面 成为真的拉希尔人 被你大大的使用 不要辜负你对我们 的命定 更加不要辜负 你赏赐给我们的恩赐 神啊 你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靠主耶稣 得圣的名而求 阿们 好不好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 一起来到 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 我们从参生的里面 我们见到 神选选参生 是从他连幼 应该说他还在 妈妈的都府的里面 就开始的 今天当我在这里 看的时候 我自己都想 是啊 我两个孩子出生之前 在我肚子里面 神就将他 对这两个孩子的心愿 都告诉我 所以我才这样子 改他们的名字 我相信我这样讲的时候 很多父母都很阿们的 我对他有很大的祝愿 其实这些的祝愿 不正我们 应该是神都是 但是呢 可惜的 世界真的会将 我们的孩子抢走 以致他们没有办法持守 但是谁可以和这个世界 来抢夺我们的孩子呢 能把他抢回来的 只有父母和教会 所以我们为我们的 下一代来祷告 让他们能够持守在教会 也帮每一个的父母 能够帮他们持守 在神的里面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邀请大家 一起来站起来 我们身 我们站在西伯伦的地方 是儿童青年崇拜的地方 我们真的要为 儿童的青年来 大大祷告 好不好 让我们 持守在神里面 一生的持守在神的里面 让神给他们的 命定是发挥出来 不被世界抢走 让他们 真的可以 活出神给他们的命定 给他们的那一份 更加为这里 每一个孩子的父母来祷告 让父母们 可以帮我们的孩子们 持守在神的当中 我们一起进入 祷告的里面 神你听我们 每一个的祷告 主啊 我们相信你看见 我们每一个的孩子 就如当日你看见 参孙在妈妈母父里面一样 你对他的期待是大的 你对他的心意是大的 甚至你希望他们 可以起来 这个世代的拯救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做父母的 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 帮助我们都看见 你对下一代的心意 以致我们 全力的为下一代去做 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对抗这个世界的引诱 持守这一份的圣洁 坚定在你的里面 让他们的人生不是掺杂的 而是紧紧跟随你 主啊 我奉你的名大大祝福 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孩子 我们的青年人 主啊 他们都是你所看中的 宝贵的器皿 神你兴起他们 你的灵与他们同在 你用这一份的圣洁 与他们同在 帮助他们 面对世界的时候 懂得分别 懂得持守 转你帮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四十集十四章第一节 参生下到廷纳 我们再看第四节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 这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菲利斯人 第五节后段 到了廷纳的葡萄园 见了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 药华的灵大大感动 参生 他虽然手无器械 却将狮子撕裂 如同撕裂三高羊一样 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 参生吓到廷纳 因为他心里面那份对神 最原始的跟从 服侍神的口望 但是却是有掺杂 去到廷纳 要娶外邦的女子 神允许 因为神寻找机会攻击菲利斯人 参生遇到危险 耶和华的灵大大的充满他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我们要持守的 是对神的那份初心 对神的爱 那时候我们要进步的 就是要除去我们里面的血气 掺杂 以致我们服侍神 最后不是带着一个可惜 而是真真正正 有一个完美美好的结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兼顾我们对你的信心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总是在危难之中 出手拯救我们 主啊但是我们要 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来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一切 从世界里面的掺杂 除去我们一切血气里面的 行事冲动 主啊让我们服侍你 是长久的 主啊也都帮助我们 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独行式的服侍你 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兴起团队 兴起门徒 主啊让我们为你所做的事情 可以存留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的信心 也帮助我们 扩张我们的声量 让我们的生命进步 并且让我们成为 更多人的祝福 可以建立 更多爱里的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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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